近日嘉山县姚庄派出所 接到男子吴某报警 他说自己的汽车不见了 可经过调查 民警很快找到了汽车 不过却对报警人进行了处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来看 吴某说 当天自己驾车到饭店和朋友聚餐 晚饭后去了财尔店消费 后来就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偷自动汽车的事情是比较少的 而且他的两把钥匙都是在他身上 也是没有借给别人使用的 所以说是一辆汽车平白无故的消失 我们也是认为这个事情有蹊跷 民警仔细查看了吴某说的丢车的地方 随后调阅了公共视频 很快找到了吴某的车子 就停在财尔店附近的小区 我当时问他就是说 汽车是怎么开到这个地方的 他当时和我说是找了代价 所以我就让他出示代价的记录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发现 自己是喝酒后开车了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被处罚 所以就开始反抗逃跑 最后我们把它制服在现场 原来吴某酒足饭饱后 驾车前往财尔店 并把车停在了附近小区 但是由于喝了酒 记忆模糊 他一直以为车子还停在原来的地方 一找两找找不到 就报警说车子被偷了 现在很后悔吧 不应该开 喝了啤酒 两瓶酒量不同样 我记不起来的 经过呼气室酒精检测 吴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每百毫升64毫克 构成酒驾 最终被交警处以罚款1700元 即12分 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